当名贵的中药材遇上了生物科技 这当中到底会产生什么火花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预防医学 当今医学发达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 但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 全球的十大疾病里面 大部分都属于没有办法根治的慢性疾病 而一直以来我们面对疾病的态度 往往就是等到生病了才会去做治疗 而来自台湾的长根生物科技 却提倡了一个崭新的健康观念 那就是预防医疗 到底什么是预防医疗呢 它又和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我们就特地走访了长根生物科技 带大家深入地去了解 重获健康的秘密 为了揭开重获健康的秘密 王老师特别走访了台湾长根生物科技公司 柯总经你好 柯主任你好 柯云飞 台湾长根生物科技总经理 美国马里兰大学校区化学工程博士 柯金国 台湾长根生物科技公司 预防医学中心主任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 谈到我们这个长根 应该在台湾来说 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那我想要请问我们这个柯总经理说 为什么我们会成立这个长根生物科技公司 长根生技成立于1998年 是以倡导及推展预防医学 为智业的研发型公司 它的目的在哪里呢 我想我们以现在社会的中壮年为例 来作为说明 这个年龄层大概是在35岁到55岁之间 上有父母要奉养 下有子女我们要照顾 都是家庭里面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如果只要有一个人 他的身体累垮了 对着整个家庭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如果我们能够协助一个人 本来在50岁 他会发生一个重大的疾病 我们将这个发生的时间点 延后10年20年甚至30年 对着整个家庭的帮助 甚至对社会的贡献 是没有办法评估的 所以我们在倡导及推展预防医学 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协助每一个人维持健康 并且延缓老化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董事长杨定一博士 他一直致力于推广 这个所谓的预防医学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预防医学的概念 对我们人类的健康 到底扮演什么叫重要的角色呢 现在人的慢性疾病 包括癌症 各类的慢性疾病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在过去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说 我应该是去检查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治疗 这个是过去预防医学的观念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要在疾病发生之前 我们就要来做预防它 透过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饮食 包括运动 包括呼吸 甚至于你的情绪等等 各方面都要全方位的去做一个调整 其实健康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并不是医师的责任 是 所以我们在长庚生物科技公司 为了达到这个理念 我们一直在努力 那我们在做的一些努力的方向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时候要讲到 大家要调整生活习惯 要能够非常严格地执行这些 所谓的饮食的一些标准 那其实很难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一些 好的古老的中药材 利用现代先进的科技的方法 大量地生产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长庚生气 研发出一系列的健康产品的目的 就是希望利用简单的方法 能够大家使用它 能够帮助自己的身体 做一个好的调理 冬虫下草是一种真菌 蝙蝠蛾在西藏高海拔土壤产产 出化成幼虫 幼虫经土壤及水 感染虫草真菌 真菌不断吸收虫体营养 并大量繁殖 指幼虫将死 此时正值冬天 称之为冬虫 继续成长的虫草真菌 会在隔年夏天 从虫的头部 长出像草一般的真菌子座 称为夏草 冬虫夏草因此而名 享誉古今的中国传统名贵药材 冬虫夏草 它的营养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就让长庚生物科技的营养师 来告诉你吧 我们发现这个冬虫夏草 是甚至在西元前 最主要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就是发现说 它可以帮助一个很疲劳的人 能够体现它的体力 那这个人本来是迷路了 那结果它找不到家的情况下 它又累又渴的情况下 它发现了冬虫夏草 接着呢 它就把它吃下去以后 光这个冬虫夏草 能够让它撑体力回家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发现这个东西 冬虫夏草的这一只 除了抗疲劳以外呢 它最主要就是针对肾脏功能 尤其是男性 男性在过了40岁 它据统计 身护腺肾肿大的几率是40% 50岁是50% 80岁是80% 所以就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能够提早保养的话 冬虫夏草 它确实可以帮助到 男性的这个部分 我也常听说这个冬虫夏草 它这个菌尸体 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 好像也有一些帮助 是 其实最主要就是 过敏气喘这个部分 那我们曾经就是有一位医师 医师本身和两个小孩 患有那个气喘 然后早上起来鼻子都过敏 那我跟他介绍了冬虫夏草以后 在经过两个礼拜的服用以后 都有得到相当的改善 对 天然的冬虫夏草 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名贵药材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但是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严苛 采取也非常艰辛 所以产量是日渐的减少 冬虫夏草现在的价格 可以说是媲美黄金 素有这个软黄金之称 所以冬虫夏草的菌尸体的研究 也就应运而生 但是要开发这个菌尸体的研究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需要有纯正的菌种以外 还有技术 设备跟专业的研究团队 是缺一不可的 根本不是一般的生物科技公司能够负担 但是长根生物科技公司 已经具备了所有生产的条件 到底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菌尸体 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接近百分百纯正的冬虫夏草菌尸体 到底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呢 为了一探究竟 王老师拜访了长根生物科技 发酵事业部的王厂长 这间是我们的菌种筛选室 厂长 那这样如果的话 我们要从天然的野生的冬虫夏草 来取得我们要的正确的冬虫夏草的菌种的话 那它这个困难度在哪里 我们的冬虫夏草是来自于天然野生的 是 所以它上面是布满了非常多的杂菌 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当中 一一的分离筛选 然后选出一株 具有纯正 具有功效成分的这个菌株出来 那这个是需要非常强大的 研发团队的能力才能够达到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源头对的 对后端的产品的品质 和功效成分 这样才能够有所确保 天然冬虫夏草 有三百种虫草真菌 专业的研究人员 必须筛选和萃取纯正品种的中华虫草 才能继续往下个步骤进行 因为只有正确的菌种 才能确保产品的品质 经过菌种筛选完毕了以后 我们开始就要做菌种保存 我们保存最重要的是 要保留它的活性 如果说它的活性不好以后 我们后面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再做整产 那我们为了要保留它的活性 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保存到负八十度 冰在这个负八十度 冰的冰箱里面 最重要的是要让它具有的休眠 你是在睡觉吗 对 休眠 所以它活起来以后 它的活性就还在 对 这样我们吃下去才可以得到 我们想要的 我们要的营养跟功效 对不对 没错 我们不要小看这支五CC的菌 它经过一连串的生产放大了以后 它是可以产出几百公斤的 我们所要的产品 所以这一支非常珍贵 非常珍贵 厂长 那我们这个筛选的菌种 放在这个负八十度的冷冻库之后 接下来我看到这个是恒温培养箱 那这个的作用 菌种的保存完毕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无菌操舵台 把菌挑出来以后 就放在这个固态的培养平盘上面 那里面它放有很多营养物质 那这些营养物质 这个也是经过我们的筛选过后 因为不同的维生物 不同的菌株 它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也不见得一样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恒温培养箱 下去去做培养 那最主要我们要观察它的活性 活性高的 我们就继续去做下一步骤的培养 那活性低的 我们就可能就是保留 就是淘汰掉 那这个平板呢 那就完全都没有生长了 那这个平板呢 它是生长的 但是它长得并不是很好 这样子是看起来不好 那您看一下我们 这个是 它非常饱满 而且很均匀的感觉 对 没错 那这个的话 它就是具有非常大的活性 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只要有一个不小心 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它整个的生长 那可能整批都没有办法用 王老师 我们刚才看了是固态培养 是 那我们现在为了要达到量产的一个规模 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到液态 如果有液态 它的这个菌的浓度才能够提高 因为像在我们在平板上面 它薄薄的在上面长一层而已 那您不要看这个黑黑的这个液体 对啊 这个可是花了我们好几年的时间 投注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 在上面做研发 这个黑黑的水到底有什么 不能说的秘密呢 首先呢 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对照组 一般的培养机师在这边 你看这个 它的菌丝 稀疏的感觉 这边的话是试验组 是我们有添加的微量民族 那这一个呢 就很绥密 就很绥密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液体里面所使用的水 使用的是我们长生生物科技 有专利的一个活水基 所产出来的一个水 那像这一个来讲 是我们的普通水 是来自于自来的水 它的结构上面来讲 非常的松散 那经过我们的活水器以后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水的这个结构 上面来讲的话 是非常的完整的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中国人的水这个字 是这样子写 那我们从我们经过活水器 是造出来的 也是这样的六小型的一个结构 听到这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要喝好水嘛 没想到我们的这个好的菌 牛樟菌 冬虫夏早菌 也要喝好水对不对 没错 而且喝的水是这个 符合大自然的这个 像泳泉 或者是像雪花 干净雪花的这个水的结晶 就是这个六角结晶 它有另外一个特色 我要跟华老师来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培养液 完全都是全容的 这个的话是不容的一个培养液 那全容的培养液来讲 它对微生物 它也比较容易吸收 那能够帮助它 能够很迅速地增长 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所要的是菌尸体 并不是这个不容物 那如果说这个不容物来讲的话 在干燥的过程 它一样会一起被干燥下来 所以只要有1%的这个不容物在这里面 没有办法被微生物所利用 那我们在干燥 可能会有30%的不容物 所以这个的话 是会影响我们这个产品的品质 像我懂了 就好像我们把盐巴融到水里面 它是溶解的 你把沙子丢到这个溶解液里面 它是沙子还是看得到的 对 是不会溶解 所以我们做成产品之后 你沙子还是会留在里面 这样才对品质 对它的这个功效会受到影响 是 是 是 那所以我们这个固态的培养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 这个移植到这个培养液里面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无菌操作台里面 只有活性高的固态培养平盘菌种 才会在无菌操作室内 被接种到全溶液态培养机 然后必须马上放入震荡培养箱 这个震荡培养箱 其实是跟我们刚才的恒温培养箱 一直是一样的 都是要提供一个微生物 它能够成长的一个环境 那只是说它跟恒温培养箱 它有一点不一样 像我们的微生物在固态的平盘上面来讲话 只要它的周边的营养物质被它吃完了以后 那它就没东西吃了 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它是会受到限制的 遥望的目的的话 它是可以透过震荡的方式 让这个液体非常均匀地在这个微生物的周遭 取用我们所调制的培养液的话 它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有点懂就是 你一般在平面吃东西 只有这样一个平面的表面吃完就没了 那这个是属于3D地图 它这个感觉好像是360度在 随时只要嘴巴张开都可以吃就对了 对 好壮观 这里好像这个高科技的厂房 那这个厂长 你一定要好好跟我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做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的 种菌发酵培养的实验室 它可以控制的参数条件 又比这个震荡培养箱要多了非常多 它除了这个搅拌温度 它还可以有通气 有农氧值 有PH值的控制 所以它可以养到这个微生物的浓度来讲的话 它是比正常培养箱又能够高出许多 所以它的效率又比正常培养箱要来得好 这个的话是原地自动灭菌的 我们只要按一个按键 它就能够自动灭菌 能够在里面保持无菌 我们必须得要剑刺的放大 所以总菌来讲的话 我们会从5公升 20公升 一直放大到120公升 500公升 那在传输的过程当中 这个必须得要 我们要透过一些的工具 这个无菌传输的一个工具 而且这个是具有专利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利用这个这样的工具 我们可以从小槽传输到大槽 都可以保证它不污染 全程都不会被污染到 没错 只要一杂菌污染了以后 那这一次的培养就失败了 所以好的一个产品 好的品质就要环环相扣的 没错 这边的话 还是属于我们的总菌培养 是 还没有达到我们的量产的规模 这边已经这么壮观了 还有更好的地方吗 对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下 我们真正量产的这个发酵设备 这个真的是更壮观的一个设备 我跟王老师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是两颗 五千公升的发酵槽 对 那这个来讲是两万公升的发酵槽 这两万公升的发酵槽 它其实是贯穿两个楼板 它的底部是在一层楼 那里是三层楼高 三层楼高 是 我们的总菌怎么样打过来 我们都是用管路 经过这个蒸汽灭菌 灭菌完毕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很顺利地传输过来 传输完毕了以后 我们还有CIP的系统 清洗过后了以后 再用SIP原地再灭菌灭过一次 来确保它的管路都是干净的 都确定管路跟这个空槽都干净之后 才可以把我们那边 放大 逐步放大的培养液 再把它输送过来 那我们每一个发酵槽 又配置了一个 这个营养液的一个补充槽 种菌培养的培养液 跟生产的培养液也是不一样的 一个的话是要让它提高它的活性的 另外的话它是要让它 产量的提高它的产量 所以这两者也是不一样的 从菌种筛选到发酵培养 东虫下草菌丝体的生产过程相当严谨 每个步骤缺一不可 环环相扣 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好像似乎欠缺了些什么 厂长 那我们这样参观完之后 我怎么感觉上都没有看到 这个操作人员 王老师 我们的发酵设备 全部都是用采用DCS 电脑层次控制 我们所有的这个参注 都会在这个电脑萤幕上面做显示 人员不一定要到现场去 才能够去按 现场的人员减少了以后 污染的机会也会相对来降低 所以它如果有一些状况或什么的 它就直接呈现在我们的电脑系统上面 那我们的管控人员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它全程都可以记录 它全程都可以确保这个产品的品质 那我们这个液态发酵的菌丝体 完成之后会送到这里来 那这个步骤是在做什么 这个步骤就是我们要进行 萃取和浓缩 那萃取和浓缩我们是遵循的古法 所谓的遵循古法一定是这个 所谓的五碗水熬成一碗水 对不对 没错 像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把菌丝体投到这里面 然后它会经过这个高温的熬煮 再送到这边来 再做一个浓缩的部分 把它抽真空 让它的这个沸点降低 让水分能够很迅速地排除出去 那这样的话留下的部分都是最精华的部分 纯度是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菌丝体 我们的培养液都是属于全容的 经过了这个离芯过滤和脱水之后 它都能够完全地排除 这个纯液系列产品 我们是保存期限是两年 那我们为什么能够达到两年的保存限限呢 我们看到这支瓶子 它非常的平滑 那这是属于管瓶 这是属于医药等级的 我们这个瓶子的来源都是 所以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保存期限才能够延长 而且它的这个品质和功效 都能够完整地被保留 是 那我也有听说 这个很多朋友在服用了我们这个 长根生气的这个菌丝体的产品之后 他们发现好像每一批 在口感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们会说不起来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正常的 是 因为我们完全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所以也没有防腐剂 也没有什么为了口感去做一些调整 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所以等于是我们的发酵液 这个存化之后 就直接把它做充填 那我们可以想象 像一棵树结满了果实 每一棵果实 其实它的甜味也不见得是相似的 那所以说这个微生物来讲 它是活的 那皮质之间 这个口感上面稍微有一点差异 这个是正常的 对 如果我跟你讲说完全没有差异 我才会怀疑对不对 对 没有做任何添加 为什么能够做出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一般在这个 所谓食品添加物 这个充塞的年代 我们都会担心什么要去掺什么均质剂 什么宝色 宝鲜 宝卫的 是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完全都没有加 完全没有加 原汁原味的 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长庚生物科技 所坚持的一个重点 我们刚刚参观了长庚生物科技 他们的严谨的生产过程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生产细节的要求 以及坚持 如果你觉得他们的用心就只有这样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下一个部门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部门呢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重要的部门 其实就是长庚生技研发品管中心 负责研究开发和品质检验的工作 也是生产线的第一步骤 确定菌种 确定源头的关键地方 您刚刚看到的一个整个 所谓的从天然调查里面 取得的多种的菌种 我们怎么样来确认说 这就是我们要找到的菌种 那我们透过一个国际DNA比对的一个系统 那把我们找到的菌种DNA抽取出来 去做国际性资料库的一个比对 来确认一件事 我们找到的是不是跟天然的所谓的菌种 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于是几乎是一样的一个菌种 我们比对的结果 几乎百分百的跟天然的材料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是 源头对了 后面的一个生产过程当中 就稳定了 就正确了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们来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天然药材 转换成生物科技的一个材料上的一个运用跟生产 除了确定菌种的重任 研发品管中心也负责检验 每个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 我们怎么做这个稳定呢 我想让王老师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是透过这台的设备机器 那把样本放在这样子的设备里面之后 那透过一个所谓的一个检测分析的图谱 我们会比对相关的一个成分 不仅是在它出现的时间 出现的量 还有出现的形状 我们做这样子三者的一个比较 来确认一件事情 我们在各个阶段的一个生产过程 还有研究过程当中 要得到足够稳定的产品或者是半成品 那如果这个地方过不了关那怎么办 如果过不了关有两个方式处理 一个方式是看看能不能再还原它 那第二个方式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还原的动作 那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一批的作业作废掉 也是宁可把它牺牲掉 也不可以烂鱼充数就对了 是的 因为这就是对于品质的一个确认跟确保 有了纯菌种 在配合每个过程中 办成品检验合格后 所生产出来的东虫下草菌丝体 才必须做活性成分的最后验证 我们在虫草有找到非常多的一个活性成分在这边 那我们要确认一下 到底我们的产品对人 对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那我们就请长庚大学的赖教授 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成分的一个确定完之后 才有解到说它的一个生理活性 还有所谓的一个功效成分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 所以等于最后的成品再去重复查就对了 是的 哇 这真的是品质的保证 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动物房 当我们拿到这些重要的这些萃取率的这个检体以后 我们必须要来看跟证明它的功效 那必须要以非常高规格 非常严谨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 是 那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动物房 那这个动物房最主要就是我们把这个老鼠 从国家动物实验中心买来以后 开始就在这边居住 长庚大学不计成本 打造符合国际标准认证的动物房 而从国家动物实验中心购买的实验老鼠 每只将近台币一万元 高规格的要求 只为了产品功效验证的正确性 在动物房稳定了一个星期后 老鼠将会按照类别进行三个月的实验 然后再送往实验室做观察 最后会被解剖 做进一步活性成分功效的分析 那在这个东虫下草菌氏体的研究上 那有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非常兴奋 因为以东虫下草 这么多年来在我们花人的世界里面 相当重要的就是 促进免疫力跟抗发炎 那在研究之前我们会很好奇 促进免疫力跟抗发炎 似乎两个有点相迷处 其实我们从免疫学的观点来看 在一个动物呢 它有基本的免疫力是需要的 那但是当这些免疫力过度的时候 它就变成发炎 那这些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身体 就是各种疾病的来源 那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以后 慢慢我可以接受这个现象 因为当我们 请长庚生育公司帮我们萃取 存化这些水萃液的时候 那同时我们也请他们帮我们 从菌生育里面去存化萃取 酒精萃取出来的这些酒萃液 那我们发现到这些水萃液呢 具有很明显的增加免疫力的功能 就是当一个动物 如果你适度地刺激这些水萃液的话 它的免疫蛋白是轻微上升的 提升它的免疫力 但是我们先把这一个 这个研究的平台 比如说细胞或是动物 已经把它拉到发炎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再处理这些酒萃液 那它的发炎是下来的 就可以解释 东从下草为什么同时会具有 这种样子的所谓的阴跟氧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中医养生上面 很重要的概念 那经过科学研究 也可以好像去印证了这个道理 从研究 开发 生产 品管 再到动物试验 每个程序都必须经过 长时间和重复性的试验和验证 盐控管制是品质的保证 而使用者的临床证明 更是长庚冬虫下草菌丝体 最好的见证 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长庚生技公司的这个 预防医学中心的吕副主任 今天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在临床上面 有没有看到一些 实际的一些见证跟案例呢 从最简单的 比如说抗疲劳 还有一些过敏体质的调整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小孩子 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兄弟 爸爸就发现他们 很容易会被一些感冒的症状 因为一感冒他就整得鼻塞 突然爸爸有一次在门市这边 就因为这个门市同仁的推荐 他就给他的这个孩子 吃了这个冬虫下草 他的体力整个很好 那他整个那个过敏的体质 就被改变了 那像成人的部分 像我们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像有一些人 他容易在下午的时候 很容易晕血 因为大部分我们上班族 就是很容易到下午就混混欲睡 我们的门市有一些客人 他们就是用这个冬虫下草 来做一下下午的一个提升 那用这个冬虫它可以把你的这个 精气绳再稍微补充一下 好 那对于这个所谓的饮法族呢 中老年的人 对 其实在饮法族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像有一些阿公阿嬷 六十几岁 他们其实有的时候 他们的体力已经真的很差了 喝了这个冬虫以后 我们就发现最多的一个反应 最好的反应就是说 这些阿公阿嬷愿意走出去了 体力也比较好 对 然后即使是爬楼梯 或是爬一点点坡度的这个户外 他们都比较乐意 是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蛮适合 这个全家大小的一个保健的 一个好的东西 对我们这种中年人 可能就是一些亚健康的 一些预防跟保健 那这个其实冬虫下草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书里面 它本身就是润肺不胜 那这些它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 会服量停留在一定的一个程度 不会往下降 那甚至于更好的时候 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肺的 这个清除弹液啊 或是废物的功能更好 所以在润肺这个部分 我们也有看到很好的功效 那肾脏的这个部分 它就更不用讲 那像我们之前有一个个案 就是其实已经被医生判定 就要去洗肾了 它就是因为有一个机缘 它就遇到了我们的门师同仁推荐 想说反正你就要去洗肾 那我们就试试看嘛 结果就用这个冬虫下草 它就很快的 让它的这个积酸肝 不会再继续晚上飙 那甚至于有稍微下降 那它整个人的一个体力也比较好 那回去医院的时候 医生也觉得说 那不然就留着好了 那你就先不要来洗肾 你就这样对观察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 就是一个治愈能力的一个观念 假设说这些工具 可以让我们的这些个案 治愈能力比较好 那它也比较能够去 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挑战 是 长庚生物科技 结合古人的智慧 和现代的科学 以纯熟的生物发酵技术 在含有小分子团水 并配合丰富天然76种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的培养条件之下 透过先进的萃取 浓缩的技术 还有纯正菌种的回收 生产出高品质的菌尸体 不论从RDNA分子的种源鉴定 动物实验的研究 还有临床的见证 都证实了菌尸体 和天然的冬虫下草 相似度接近100% 功效是一样的显著 重点是价格非常的大众化 一般人都可以有能力享用 如同名贵药材般的保健产品 所以生产高品质的菌尸体 取决于生物科技的质量 而生物科技的质量取决于 技术 配备 还有专业的研究 还有最重要的是企业的理念 长庚生技以预防医学为基础 结合长庚大学 长庚医院 以及研究所 培育出专业的研究团队 最后才能孕育出 好品质的保健产品 马来西亚渔人生 对台湾长庚生物科技的保健品 非常认同和推崇 也希望能够把 好品质的保健品引进马来西亚 让在地的马来西亚人 也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 重获健康人生 其实企业跟企业的合作 要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 彼此之间的理念 要是共同的 另外一个 彼此之间的合作 要有互补的作用 所以于人生跟长庚的合作 我可以说是一个强强的合作 甚至不只是双赢 是三赢的一个合作 为什么呢 长人生技在这个产品生产的 这个专业 我们就不用置疑了 那于人生的强项在哪里呢 我们这次在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最大的一个重要的行销的通路 我们在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 澳洲 都有我们的通路 我们的优势就是在于 这个通路的经营 品牌的这个经营 和行销的这个部分 我们能够把长人生技 很好的产品通过我们的网络 和我们的行销的模式 传达给消费者 改变他们的生活的品质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 厂商也赢 通路也赢 最重要是消费者也赢 达到了一个真正的 三民的一个合作关系